再来介绍他的三大必买原因 第一点 小家庭夫妻首选 免装房可以直接入住 第二点 附近生活机能良好 临近市区活动中心全联国道一号 第三点 附近学区一应俱全 临近幼儿园国小国中高中学区 物件基本资料 土地平数约27.99平 建物平数约47.6平 格局四房一厅三位 那他的面宽约5.7米 深长约16米 路宽约8米 距离市区开车约5分钟 距离国道一号开车约7分钟 距离湖尾高铁路程开车约10分钟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间 这边停车大概可以一个车位的空间 那这里他有用这个放鞋子的 放鞋子的这样子 然后进来我们的这里有个进屋的置物柜 如果你这里可以放个酒精啊消毒 也很方便 进来这里会先有个玄关 比较不会直接通到看到厨房 然后客厅 我们进来这边就是他的厨房 一个开放的厨房 他的柜子 收纳成这样 还不错耶 这里有个洗碗机 然后这是应该是进水器 厨房 空间 然后后面这里有个 这里可以放洗衣机 那从这里 过来 他这里有个客用的卫浴 走下来他的地下室 可以当健身室 卡拉OK厅 会客室空间都很大 二楼一上来 两间房 这边一间 他这里 大片的采光 还不错 空间很大 而且采光很好 现在下午 四点多 他的采光还是很好 然后他的 卫浴空间在这边 这一下卫浴空间 他也是干事分的 二楼的机会 三楼 三楼 这里一间卫室 这边是个开放空间 可以帮助声音听使用 然后 这里 外面也有个开放空间 他的洗衣机是放在楼上 晒衣服 在这里晒衣服也不怕下雨 他上面也有用 铁皮屋把它折起来 他这里 这边还用一个 遮起来 这边还有一个 门挡起来 如果这边要隔一个房间也可以 然后直接从这里 从这里出去 这样子 你看 他这边把它遮起来 我们从这里出去 也是一个空间 一个通道 直接这样出去 晒衣服 这样也不错 然后这里有一个 卫浴空间 他的卫浴空间 也是有通风的 他这算是干湿分离 只有中间再隔一个 隔一个帘子 挡帘 干湿分离的 他很贴心 楼梯有这个防滑的 有黏这个防滑垫 走楼梯的时候也不怕 避免滑倒 这有两区 这边有一区小朋友的流滑梯 那里那里也有一区小朋友的流滑梯 然后我们走过来 他后面是一个 满球场 大人 或者是想打篮球运动的人 都可以在这里 然后这里有个 步道 可以在这里散步 这样绕一圈 然后有人在这边 空地这里 打羽毛球 停车场 这边 停车的位置很大 给年长者 运动的地方 运动的地方 很多人 耶 i know i know give a little wild sky searching for the sunrise on't your eyes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feeling like a firework fizzled out in sunburn maybe i just miss being my own i can't bring myself to lose 打到它的体质 引了 拿着 大胆 大胆 切鱼 生 带鱼 有时候 带鱼 卸不着 Honors 上 阳 是 空 rivers 御 家 今天的 make the water so warm